而李文生跟他的妻子被交保之後 剛才立刻舉行了記者會 強調這並不是假囚案 但是他願意為自己的疏失負起責任 辭去統一師的總教練 劉文生神情凝重 強調因為兩個人沒有注意到朋友的背景 結果遭到約談 傷害到他最愛的棒球 也影響了職棒跟球團的形象 讓他深感抱歉 他強調願意負起所有責任 中華職棒聯盟也再度澄清 這起事件只是個人的操守有問題 絕對沒有任何球員有打假球的問題 對,對,對,對